大汉朝最幸福女人,前半生还是奴隶,后半生前清朝也想见荣华富贵,周治后宫设内官以淡内治汉设内官一十四等凡数百人,西汉初期研习了秦时的母后称号,又设置了美人、良人、八子、妻子、长使、上使等妃嫔的称号,并且在汉时只有先朝的皇后可被尊。 为皇太后如赐皇帝是妃嫔所身或从皇族宗室中国继而来者其生母,皆不得趁皇太后斗一房,又称斗太后汉景帝生母在影视剧中,多称一房斗士为清河俊人出身贫苦,又年恰逢秦莫动乱生活穷克潦倒,其父在躲避战乱中坠河,而死留下三个孤儿,西汉初期汉宫至清河地区,招选宫女,正值年幼的斗士, 被幸运选中而后得已入宫,斗士自入宫后立刻便服来运转,与自受到命运眷顾,可以说斗士一生充满福运。 从最初的身份低贱逐步成为吕后的侍女,又在命运眷顾下成为代王妃子,直至皇后,皇太后最终位居太皇太后,她的生平令人惊叹,可谓是完美至极, 斗士不仅拥有尊贵的地位,且获得了珍贵的爱情祈福留恒及后来的汉文帝,为人人后不好女色可谓少见。 在历史中记载,与汉文帝有关的女人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斗士能够遇到汉文帝真的是命运安排, 上天眷顾仅汉文帝不好女色这一点就无,行中减轻了斗士压力,使得后宫无人撼动她的地位。 从而为后来专政奠定基础公园前,195年斗士迎来了入宫后的命运转折,当时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独揽大权操控朝政,为了防止流逝诸侯那事, 吕后挑选了不少宫女准备赏赐给诸侯王进行安抚斗士一带挑众之列。 在派送宫女时,斗士想去赵国,因为那里离他家最近于世,斗士找到负责派遣宫女的官员,请求把他翻往赵国起初官员答应了斗士的请求,然而在后来却阴差阳错,将他送到了戴国封地到达戴国后斗士才知来错了地方,但显然,为时已晚最终,他只好顺从,安排进入戴王府内卫谱。 当时,大王刘恒仅有十二岁,他对于新来的宫女斗士,非常喜爱而后娶魏妻子,二人随后生下一女取名刘朴,即后来的管桃公主。 多年后斗士又为刘恒生下梁子,即刘起和梁王刘武,在刘恒继承皇位后,斗士倾心辅助可以说文景之志, 有他一份功劳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窦皇后之子刘起继位侍卫汉景帝,窦皇后则身为窦太后在汉景帝执政时期,窦太后对幼子刘武宠爱有加,赏赐不计其数,甚至有心扶植她获取皇位汉景帝受母亲影响, 亦对这位皇帝感情深厚,加之刘武曾在西国之乱中立下大公申德文景帝信任汉景帝僧,在一次家宴上流露出传位刘武的想法, 当时他还未确认太子人选,只觉得刘武战功在身前又为同母皇帝,为继承皇位的和氏人选汉景帝对刘武说, 但这千秋万岁后定然,会把浙江山传承给你,刘武文后表面故作推辞,内心却是极为欣喜, 窦太后坐在一旁,同样是心生欢喜,在她看来,自己两个儿子轮番做皇帝,无疑两全其美,然而汉景帝的提议,受到了窦英的强烈反对, 且朝内大臣也不予支持汉景帝只好作罢,窦太后并不死心,再次提出立流五位四的建议, 且广泛,争取朝中大臣的意见后来,受到原案等众臣的反对此事也就未能如愿, 但是众臣因此得罪了窦太后,日后接受到了血腥报复通过上文, 我们可知窦士出身贫苦在幼时及遭遇父亲溺亡,沦为孤儿经历了诸多苦难方才长大成人, 可以说窦士的童年极为悲惨,以至于她成为皇后时都不愿再回忆, 而时知是她自幼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及知晓父母不亦力所能及, 减少家中困难在艰苦环境的影响下,窦士形成了独立强硬的性格人生, 最痛苦的事情或许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吧, 窦士入宫后仅抑郁时步步高升,她有心孝敬父母, 却恍然想到至亲早已不在人世,每当想到这些她都会黯然泪下心怀愧疚, 如果宫内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面露惊,呀,原来作风强硬的窦皇后, 也会有那些柔软的一面,其末乱是刘邦与项羽, 因争夺天下打得不可开交,而此刻在赵国境内的清和尽, 窦士一家早已断粮多日,对于百姓来说战乱之苦, 本就难以承受再加上多年天灾,农民颗粒无收经常食不果腹百姓, 为了寻求生计辗转流离四处乞讨,可谓凄惨,窦家共有五口, 除了两个大人外,还有三个孩子斗士派老二, 其他两个孩子分别是他的哥哥,弟弟每当家中少粮食, 斗士都会很懂事地退居一旁,将食物让给哥哥, 弟弟吃哪怕饥饿多日他亦不曾向父母诉苦而是选择独自忍受, 当父母问他饿不饿时斗士总是坚强说不饿, 其实他饿得早已没有力气,但他知道家中处境害怕, 让父母担心,这才选择以谎言遮掩, 小小年纪即有如此忍耐意志这无形中, 帮助他日后在宫廷中如鱼得水,直至身居太后高位, 当然父母肯定能看出斗士的懂事, 每次他说不饿时,父亲总是心疼不已而后出门, 为他寻找食物,但是在大灾之年前外面兵荒马乱, 父亲又能去哪里找食物,那农田,早已开裂山上的野菜, 野果,也被采摘殆尽,根本没有可供饱腹的东西万般无奈之下, 他父亲只能选择去河边钓鱼,运气好钓上几条能够供家里吃上两天大旱之年, 许多河流早已干河,父亲只能选择位于深渊之中的河流, 这是方圆百里,内唯一一条河流此处地势陡峭, 河水湍急仙少有人来到此处父亲对这里并不熟悉亦不知道这种地方能否钓到大鱼, 但是为了孩子,他必须一世悲剧,发生在钓鱼归来的时刻, 斗士的父亲在经过一段悬崖峭壁,十一角,不慎踩空跌下万丈深渊, 内就此隐蔽,父亲的生死无疑是对斗士一家最大的打击全家的重担, 落在了他母亲街上,母亲以病区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一直持续了几年, 后来病情加重的母亲再也熬不下去悲恨离世,留下斗士及他的哥哥弟弟三人相依为命, 当时斗士十三岁,他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冷静与思考, 为了养活哥哥弟弟他骂身为奴,他给一些土财猪打工, 帮活累活皆做经常一天下来,他浑身酸痛筋疲力尽但是若能看到哥哥弟弟吃上饱饭, 他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这种现状没有维持多久,斗士及迎来命运转折点, 当时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话说保暖私淫欲, 成功夺得天下刘邦觉得无所事事,就想起了那非他向全国下令广照美女, 已纳入后宫当时选妃不如后世朝淡那般, 有着严格条件限制汉初选妃显得随意许多, 即长得好看的女子直接带走与其说是选妃, 倒不如说是抢抢民女汉朝如明清时代, 不同当时百姓可不认为入宫当飞为光宗要祖的事情, 他们反而觉得当皇帝妃子,是一件极其凄惨的事情, 每当遇到汉朝皇帝选妃老百姓皆为恐, 一只不及汉军分为多路在各地搜刮美女, 其中就有一路进入了清河郡境内, 有日斗士在水井边打水, 恰好被路过的玄美官看到宝京风霜的岁月, 并未抹去她的容颜依旧是那样美丽动人, 玄美官为之吸引强行将她带走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家中愿意拿钱消灾, 玄美官会酌情网开一面, 可是斗士家中穷困潦倒, 又哪里拿得出钱财, 在被强行限制自由时, 斗士并未过激反抗意味大哭大闹, 年少早熟的她知道眼前的情况, 仅凭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她内心唯一放弃不下的即是自己的哥哥, 弟弟在多次恳求下, 玄美官答应让其回家, 见家人一面哥哥得知此事劝她趁此逃走, 可斗士为了将来让哥哥弟弟吃饱穿暖, 宁愿牺牲自己进宫为奴仆, 到时她可以将每月工钱寄给哥哥弟弟, 可以说斗家唯有斗士有些稚气, 其弟弟年幼暂且不说, 他的哥哥当时已经足以自食其力, 却始终懒散度日, 生计几乎全靠斗士照顾令人有些愤懑民间被选中的女子进宫后的身份, 为宫女而后进行验身像这种繁琐小事, 原本交给下人办理即可但是吕后害怕类似欺负人事件再出现, 最选择亲自验试征兆的, 所有宫女皆需要经过吕后的筛选吕后, 将姿色最为出众的一批女子协助, 带回了自己的宫内, 充当农仆天生励志的斗士自然也被扣下, 而那些姿色低些的则给刘邦送去在吕后看来这些飘胜的女子刘邦是看不上的, 就这样斗士错过了面见刘邦的机会成为吕后的侍女或许在他人看来, 这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在斗士看来实属平常他本身也想过成为皇后, 选择进宫, 无非是奔着月前, 来得在服侍吕后的那些年里, 斗士耳濡目染, 亦学到了不少东西, 其中其包括宫廷处是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他都深谙祈祷, 这些在日后对斗士的命运转变起到重要的作用, 刘邦此后吕后专前一度引发刘氏诸侯蠢欲动, 吕后为了安抚各地诸侯挑选姿色出众宫女送往各王丰帝, 其中斗士被送到大王刘恒那里至此, 斗士迎来自己命运中最为重要的一刻来到带国的斗士十分受刘恒喜爱, 二人在相处数年间, 生下一女两子期间, 刘恒的王妃及四位王子早逝, 这使得斗士极其二子地位, 更加重要公元前, 180年旅后去世汉室旧臣陈平, 周伯等人携手剿灭, 外戚势力将为人仁后, 民生较好的带王刘恒迎回京城童年, 刘恒在仲臣拥戴下继任皇位侍卫汉文帝公元前, 179年正月斗士长子刘喜被立位太子童, 年三月斗士被立位皇后其长女刘朴被封为长公主, 封一管桃公元前178年3月斗士次子刘武, 被立位带王立, 二年喜怀阳王, 至公元前168年喜为梁王前141年春正月甲子汉景帝, 崩于魏央公太子刘恕即位,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汉武帝建元, 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5月丁亥斗太后崩, 与汉文帝合葬霸伶林林中, 前他唯一留下一兆, 将自己东宫所有的金钱财富, 都赐予自己唯一还在人世的女儿及大长公主刘朴, 参考资料, 史继三家住, 史继外妻世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